据外媒消息 当前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集团 对印度发出警告 印度空军和巴基斯坦战机较量的大盛谎言 已经导致了该公司的产品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目前该公司有代表称呼 专门为新德里良身定做的F-21战机 有可能不再出口印度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原来当前印度国防部坚持称 印度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 去证实印度国内的米格-21战机 曾在上远与巴基斯坦空军战斗时 击落了一架八方的F-16战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印度还特意通告了五角大楼 希望美方能给证明该事件的真实性 据报道 当前五角大楼已经派出了专家组 专门对此次的空战做详细的调查 一旦美国确认了印度战机 击落了巴基斯坦的F-16战机 那么这也就成立了八方在此前的空战中 动用了F-16战机和印度作战的事实 届时 美国将会对违规使用 F-16战机的巴基斯坦做出制裁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作为生产制造的洛克希德马丁集团 对印度的爆料深信不疑 就在近日 洛克集团的出口代表强调 已经保留了对印度提出诉讼仲裁的权力 若将何时清除印度在撒谎 那么极有可能或将面临数以赔偿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的空战主角F-16战机 是美国洛克希德和通用动力两家军工业公司 打造的第三代战机 这款单做善发的多用途战机 也被称为是全球上最成功的战机之一 因为其在上世纪就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实战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此外 目前该战机在全球范围内 成功销售了30多个国家 总产量超出了4600架 它不管是在对空格斗作战 还是在对地打击 夜战能力以及投射多类颈导弹上 这款战机都已全面性被人熟知 因此洛克希德马丁集团也不希望 这样一款实力战机的招牌 毁在了印度谎言上